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香港当地的这样一个政治情势 在香港政府下个月将要就2017年的选举展开政改咨询之前 香港政府星期二的晚上突然宣布说 中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 还有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副主任张荣顺 从这个星期四起将会应香港政务司司长的邀请 访问香港三天 就基本法和政改的有关的议题 和香港政府的主要官员 还有香港两大律师团体的代表进行交流 香港的各界普遍的预料 北京掌管基本法工作的这两位官员 这个时候到访香港 相信是在政改咨询启动之前 到香港声明中央的立场 为政改咨询先定下讨论的框架 让香港的社会不要将焦点转移到公民提名 等北京认为是违背基本法的这样一个建议上 我们现在就连线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 香港真普选联盟的召集人郑宇硕教授 为我们来解读相关的情况 郑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么北京派这两位基本法委员会的官员到访香港 从目前公布的行程上看 是向有分析说的是 可能是来香港读圣旨的 重申中央的基本法的立场 声明中央的原则还有底线 或者是可能来听取各方的意见 您如何看待 他来香港只是等等的两三天 而且见的人也是所谓建制中间的人 比方说民主派的27个议员 他只是见了其中的两位 他们两位都是没有尽确支持这个公民联署提名的 所以呢 我们对他的第一个批评呢 就是现在这个进改还没有拍板 那中央来的官员应该呢 广泛的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 那你来了 也不听听民主运动的意见 那实在是说不过去 那要是你在这个基孙之前 就来了表示中央的立场 那对基孙的工作是不利吗 意思就是说你还没有听香港人的意见 你就表达中央的意见 那当然呢 是不是诚意呢 听香港人的意见呢 大家都有相当的怀疑 即便我想再问一下 即便他们是来像评论刚才讲到的 是来读圣旨的 那么他们读了圣旨以后 香港即便这个官员官方 有一定的这个压力 那么真的能够起到影响这个民意咨询的 这样一个作用吗 您有问 其实呢 香港人心中呢 都很清楚知道 就是这个进改的方案的确定权呢 还在中央 那香港政府就这方面呢 没有太大的发言权 但是我们呢 觉得呢 香港政府 起码也代表香港人嘛 你总的表示 香港人的意见 你总的向中央政府呢 表达了香港人的诉求嘛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呢 就是不太乐观 我们是诚意的 想表示 想说明一个东西呢 那就是说 你香港没有一个增进民主的制度 那这个德区政府呢 在香港人的眼中 就没有应受性了 这个政府以后的管制呢 就非常困难了 而且呢 你香港没有民主 你现在呢 中央政府全力的统建台湾 那你的对台警察 在台湾人眼中呢 还有什么应受性 还有什么建立可人呢 当然呢 大家都在看 新的领导人 习近平 是不是要改革者 那他从香港进改方案 作出的决定呢 也影响大家呢 中国国内 一次呢 国际社会对他作为一个改革者的评价了 所以呢 我们希望呢 中央政府非常慎重地处理这个事情 听取民意 尊敬民意呢 给香港一个真正民主的制度 这其实呢 不单是符合香港的利益 也是符合中国的 整个中华民主的利益的 我们现在剩下时间不多了 不过有两方面的这个问题 具体的问题 想请您很快的作答 第一呢 是香港的和平占领中环的 这个发起人之一的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系 社会学系的副教授 陈建民认为呢 如果北京的两位官员来港是 否决公民提名 还有这个拒绝不同的政见人士 获得提名选特首的机会 也就是说所说的所谓的筛选 那么特区政府的政改的咨询 就是假的 而且相信不会被香港的社会接受 势必会增加这个民间提前占领中环的压力 您如果看待 另外呢 最后也想请您再介绍一下 您的这个 您所召集的真途选联盟 进展情况怎么样 在进行哪些方面的工作 谢谢 简单来说了 我们刚刚开个会 我们真途选联盟刚刚开个会 我们是重申 在现在一段 我们是努力的 全力的争取这个公民联署提名 得到候选人这个方式的 而且呢 在工作方面呢 我们也期望了 在年底左右了 我们提出我们的方案 我们提出我们的方案 以后当然也要尽力的 做好我们的顺权的工作 动员使们支持我们的方案 我们也期望了 透过一个母疑的公投 或是民意调查 来评测 使们是不是支持我们的方案 要向中央政府 向国际社会 反映香港的人的立场 好的 非常感谢香港城市大学的 讲座教授 郑宇硕教授 来到我们的节目 为我们做这一方面的讲解 谢谢您 郑教授再见 那么各位呢 稍后回来为您介绍 一组国际新闻 不要走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